大家好 我是小林 锁定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事了啊 不得了啊 这两天又出现这种群体性事件 肢体冲突 火爆场面又出现了啥事情呢 就是有地产公司 两个公司一个恒大 一个是荆轲地产 荆棘的荆 科技的荆 荆轲地产 这啥情况呢 以至于恒大 恒大现在啥情况 就是它全国的分布 各种什么深圳关 然后什么郑州的给关了 那就变成了全国的供应商 现在全挤广州去了 够呛 真的是 也就是这变成了把压力就全堆到广州总部了 也去了啊 很多的网上都发帖 就是现在每天呢 广州恒大中心大楼附近啊 警察是里三层外三层啊 保安警察交警特警啊一个不少啊 许老板的安保整个广东省找不到第二个啊 前几天啊有供应商跳楼啊 现在墙里已经没有人出生了啊 也全部封死了 墙里已经是啊 墙外他也想闭嘴啊 年底要账的人太多了啊 也就是你又追我 我又追你到了年底了啊 又搞不定这个东西 但大家就急啊 所以各种情况就出现了 像这个荆轲地产啊 你看啊 大门打闸事态严重啊 警方回应啊 属于恶意讨薪 恶意讨薪啊 在这个重庆市两江新区啊 的荆轲集团的总部啊 这个愤怒不可遏制的这个这个投资者 债权人啊 就各种给给他做配套的嘛 做做园林的 做装修的 做灯饰的 做做家具的 给他做配套的 你看都讨薪了 讨钱 恶意讨薪 都成恶意讨薪了啊 所以到了年底 各种恶意讨薪大爆发呀 这个也是总部一片狼藉 一片狼藉各种打起来了 在这个荆轲地产总部大楼高货啊 还钱 还钱 就暴力冲撞玻璃大门啊 事态严重啊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拿到一手数据啊 就是可 你我们看一下这一手数据 你会发现真的啊 虽然说现在这个恒大好像没 不是热点好像不是热点新闻了啊 不是不是突发新闻了 没有爆炸线 但是实质上他问题没解决 问题没解决啊 而且事情还特别大呢 今天看到啊 踩雷恒大两家公司啊又窄了 啊 合计亏掉一百个亿 很多很多公司啊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说到这两个公司啊 一个叫做金螳螂啊 很多啊 几十家上市公司公布里面啊 这个亏损的预告里面都出现啊 我们给某大客户啊 或者说恒大啊做做供应啊 所以就亏损啊 这种字眼出现在几十家这个公司的预亏联报当中啊 其中呢今天就公布出来这个有一个叫金螳螂啊 金螳螂啊 一个是广田集团啊 都因为给恒大做工业啊 超过一百个亿的巨额商业成对汇票啊 违约啊 讨不到钱啊 这个大公司也踩雷 你看这个金螳螂啊 是曾经参与过了潮 国家大剧院 北京大新国际机场等标志性建筑装饰的一个大型装修集团啊 很牛逼的集团啊 在今年就因为踩雷 恒大就把两年利润亏没了啊 一年亏五十个亿 五十个亿啊 不得了啊 也就是金螳螂就今年就因为踩雷了很大的过去两年白干白干啊 呃 客户收不到钱啊 原因很简单 就就收不到钱啊 呃 部分以资产抵债啊 但是 呃 也不好不好抵债不好抵债啊 你把他收回来他还不想收呢 把他收回来怎么卖都是个问题 呃 就金融蓝 还有一个是 广田集团啊 广田集团是深圳装饰行业的老大啊 是深圳的老大啊 谁知道啊 2021年你看预告亏损四十到五十个亿啊 这隔起来一百个亿啊 呃 比去年同期亏损增加 百分之四百一十到百分之五百三十七 对吧 神经病 中国的数据一出来 那都是震惊世界啊 对吧 亏损增加百分之四百一十到五百三十七 你放在什么成熟基本主义社会 那上蹦是下跳的啊 你的那些数据天天几百几百百分之几百百百分之几千 所以真的是太好玩了啊 在中国就玩蹦迪 好玩蹦迪 最最惨的现在才是往下蹦的多 往上蹦的很少啊 哎 广田集团啊 这个他公司解释啊 公司第一大客户啊 他就去他也是 就是给恒大做做配套的啊 呃 违约了 违约了啊 公司应收第一大客户啊 工程款回款 制缓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啊 现在持有的商票啊 有有三十二点四七个亿 是不是到期了没有给不了钱啊 给不了钱啊 现在呃 想了一下就就算了 就就当做亏了啊 就计入亏损 呃 2010年的时候你看 十年前 广田集团宣布与恒大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啊 呃 承接恒大地产之公司下面楼盘的 装饰装修施工工程啊 呃 协议规定啊 恒大地产每年安排约三十五个亿的装修施工任务 呃 并逐连增加十个亿左右的任务给广田集团啊 你看当时当时就每年增加十个亿的开玩笑 所以恒大一开始就就还挺吹牛逼的 就许建印这个人一直挺吹牛逼的啊 看啊我们看到很多啊 现在数一下啊 呃 事实上金螳螂啊 只是被恒大激起的浪花中的其中一朵啊 近日啊 数一下全柱股份啊 建筑的柱啊 江河集团 中恒设计 我乐家居啊 我乐家居可能是做中介的啊 哎呀 还是装饰的 不知道 凯伦谷问 曲美家居啊 也是就是做一些配套的啊 呃 比如这个皮亚诺 皮亚诺 不知道 在好像中山珠海那边 也是做那种衣柜 衣柜 衣柜 这个什么电视柜啊 呃 现在很多精装修房 一进去就很多衣柜 呃 就木制家家具 他一开始就配套好啊 啊 所以这这也是给他做成整体配套啊 呃 天安新财 呃 上海电器 建益集团 广天集团文科元年 你看元年 好莱克也是做那个衣柜的啊 江山欧派啊 你看也加剧 呃 几年的利润全亏完啊 啊 有的就就把过去啊 好一点 其实像金螳螂还好 亏两年都算好的 之前还有吧 15年 利润全亏完的 辛辛苦苦每年赚了几千万 一亏亏几十个月啊 一次性把15年利润全亏完的 大有人在 所以现在这个房地产真的是够强啊 呃 这些朋友啊 这些讨薪的朋友也是 唉 没人做主啊 真的太可怜了 在中国做个生意 风险太大了 你今天觉得还可以 一下子就全赔回去了 啊 就向了补税 你不看今天眼看他起高楼啊 眼看他楼塌了 保不住 中国不是说赚不到钱 中国赚到钱 保不住 要不就给这些来路 一下子你说恒大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说垮就垮啊 就全赔回去了 啊 说补税就补税 你说怎么玩呢 太难哪 啊 最难的就是你自己这么难了 看到国家好像 天天啊 吹牛逼啊 又肉色 哎呦 我还是深刻记得想当年 北京奥远会 北京奥远会啊 哎呦 你天天看到他 又国家伟大呦 然后那个 那股票账户天天爆跌死 哎呦 你心里面就很分裂 你知道吧 哎呦 当时播还挺小的嘛 当时08年奥远会的时候 哎呦 你想想 哎呦 看着股票账户又在缩水 国家他好像挺伟大的 是吧 好像挺牛逼的 又离异混在一起 又觉得 太惨啊 那种感觉就是 没人管你 国家继续伟大啊 但是没有人关注到 啊 有人这么惨啊 而且就是 全国股民这么惨 全国做生意的这么惨 没有人管 没人管啊 没有人去同行啊 没有人主流不关注啊 所以真的挺惨的 啊 先聊到这里啊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